平日午餐只要800多元就可以享受日式料理、自助餐、吃到飽 優美的環境、一克微尊的服務、新鮮的海鮮 這太強了啦! 大家好,我是Toto 我現在來到松山區這裡了 然後身旁的這家是新葉日本料理 這家店啊 之前喔 我在桃園的時候 我有跟Omega他們去吃過一次 那時候我就覺得對這家店的印象 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它裡面的裝潢會讓你覺得說 我彷彿置身於日本這裡 在享受著日本料理之外 我又可以讓我的身心靈好像出了我一樣 好啦,那等一下我們就一起進去體驗一下 新葉日本料理 它的表現會是如何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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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各位,我現在已經就座了啦 是說它今日平日午餐的收費是780元加10%的服務費 只不過啊,我剛進來的時候已經看到現場非常多人在取餐耶 那等一下,我們也去拿點東西來吃吧 請多給我一份 謝謝 謝謝 找到什麼地方 我是平日旅餐的 小火 喝酒 我心裡也有很多人 我的心裡 我這麼可以去洗掉 一起喝酒 你不可能喝酒 你不喝酒 你真的要喝酒 你也不喝酒 你喝酒 我會喝酒 你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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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酒 還有一份牛肉跟豬肉 謝謝 謝謝 有金翅吉塔 谢谢你 OK 各位 我们终于回来了 哇 这种东西果然要吃现炸才好吃啊 好香喔 今天这个炸虾是有吃过的 它热度是最完美的一刻了 好香喔 好香喔 吃生鱼片的话 我们要先从颜色比较浅的地方开始吃起来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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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至於生魚片之外 這東西就中規中矩了 它這個是魚類沙拉 但有別以往早餐店的美乃滋鮪魚沙拉 外面它所附的青菜 有其他沙拉拌料內容物 我覺得好清爽喔 整個就是開胃起來了 我第一次吃蔬菜吃起來是 不會覺得有厭惡的感覺 大家這邊還有一杯 是飲料的東西嗎 各位我覺得你們喝到 應該也是會有一種酸到心坎裡的滋味 今天它這個汆燙白蝦 光是用水這樣煮過去之後 我就覺得它肉質是Q彈的 而且新鮮的耶 好香喔 今天它這個汆燙白蝦 這個麵吃起來沒有什麼感覺 這個料理又將我拉回蔬菜地獄之味 我們趕緊吃點淡菜 削削這個味道吧 這個菜真棒 而且你們看一下它這個尺寸 還蠻有誠意的大小 這個放開我們 我來喝吧 那我來喝了 你喝了什麼 菜單杯 這杯是黄露 你喝了嗎 我喝這杯子 你喝了 好香喔 你喝了 mie 各位舒服啊 接下来到排餐的部分了 只不过各位啊 我是觉得说他今天这个牛排 是不是有点深啊 所以说这个牛排看起来很深 可是他吃起来口感对我来说是温和 而且这个咀嚼的过程 他慢慢飘出牛肉的油香气 也会怕 但是它很特别的 好了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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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這樣啊 它這個豬排完全吃起來是非常非常乾瘦的 嗯 嗯 嗯 好啦我們第一輪東西已經吃完了 我們再去拿第二輪的料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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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 我已經拿完料理回來了 那各位啊 這一輪啊 我剛剛把 還沒有拿到東西都拿一遍 你知道 它畢竟還是個蔬菜 它畢竟還是個蔬菜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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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咬下去滿滿的魚蛋香 舒舒服服的在嘴巴裡爆開來 嗯 嗯 濃郁的馬鈴薯泥配上它焗烤 吃起來味道非常的濃郁香醇耶 喔 它這個刺披薩好鹹喔 牛豆腐 這個料理我不知道從何說起 但我覺得它這樣子將我們常見的關東煮料放在蒸籠裡蒸 我覺得這感覺很特別 雖然說它旁邊炒雞丁吃起來有點油 只不過隨著咀嚼過程中它慢慢釋放出的蜜汁香味 會讓我覺得是舒服的味道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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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灑滿蔥花味噌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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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各位 我們已經吃完剛剛拿的料理了 我們接下來用餐時間差不多還有半小時啊 你們再去拿點東西回來充斥吧 嗯 嗯 很高興 嗯 嗯 或者你只給我鮭魚鮪魚跟黃金魚卵就好了 嗯 嗯 謝謝 我曉得各位 我已經拿完這一輪料理了 我剛剛有拿他現場土瓶針啦 我覺得 來到日本餐廳一定要喝一旺嗎 喝下去啦 我感受到滿滿乾貨的香氣了 然後裡面還有煮了蛤蜊香菇 還有雞丁 原來剛剛的香氣都是你散發出來的 我 喝什麼 我來喝什麼 我來喝因為吃她滑 我喝什麼 是你喝什麼 我 我不說 我喝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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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你喝什麼 聽你的 你喝什麼 你喝什麼 反正 我喝什麼 你說 我是認真的覺得新葉 它對於炸天佛羅這一塊 是我吃過自助餐裡面最用心的部分 還有平常我們這大麵店配糖陽雞 這裡也有 它反而這個茶碗蒸就有點像家常蒸蛋的味道了 那最後我們再吃生魚片的部分 我是認真覺得它今天生魚片品質表現還不錯耶 你的東西 脂肪 我們就在這裡了 我们把握时间去吃点甜点吧 不认识这个奶肉啊 奶肉这三个 还有烤布雷 水果冻 还有咖啡奶酪优格 都可以给我一份吗 我想要一个经典乳酪 好啊谢谢你 它这边甜点的种类其实还蛮不错的呢 好 它這個烤布雷用料很濃郁耶 這真的是好舒服的甜點 很濃郁耶 好吃 白痴 今天吃到這些甜點我覺得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滋味 那我們出去外面做結尾吧 大家好,我是土豆 我們現在已經在基隆河的河畔邊了 在4月中的這個下午,我們在基隆河旁 吹著許許的微風,聞著基隆河飄出特有的香味 阿鳥 今天我們去吃的是薰葉日本料理健康店 這家店是位於在松山區 在台北松山這個地方 欸,我跟你講喔,我們剛剛停車費 就算我們用餐折抵一個小時 也要一百多塊 今天這餐的用餐費用是858 只不過今天新夜我覺得他們很用心的地方是 他們不只是服務周到 還有說收碗盤的速度非常的快 還有甚至說結帳的時候 你看,這什麼 他給你一個信封袋 把你的卡片收據全部放在這裡 可是這種日本餐廳我覺得他們就是以客為尊阿 想想那些裡面工作的人 有多麼辛苦阿 我記得年輕的時候 我有在日系的百貨公司上班過 你在那邊連勞工都不如阿 阿今天他這邊用餐的水平 800多塊來說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挑的阿 而且比起大直那間自助餐 他雖然樣式沒有比他豐富 但是他今天飲料區吧台的酒水 我覺得他的項目是非常的豐富 如果可以的話 我下次好想來這邊喝酒 但今天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我們用餐時間有限阿 但如果可以的話 我覺得之後晚餐 好像可以再來試試看喔 那各位看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推薦吃到飽餐廳 不然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看到就會去回覆啦 還有如果你喜歡我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歡迎加入我們會員頻道 一起成為邊緣的美食家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喔